11号的时候呢,全国治愈出院的病人应该是4700多例 从2月7号开始,应该说每天我们的治愈出院的患者都达到500以上 我觉得如果要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速度,这样的一个治愈出院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今天应该是超过了5000例 这个治愈出院的病人越来越多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那么说明我们的防止工作应该说显现了一定的成效 我们已经组织专家对治愈出院病人当中的597例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 那么第一呢,就是在出院病人当中 90%左右是我们诊疗方案当中的轻型和普通型 10%是诊疗方案当中的重症和微重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,即便是重症和微重症 经过精心的救治,都可以得到治愈出院 第二呢,就是呢,我们看了看这些病例 平均出院日10天左右 那么我们特别是针对治疗的方法进行了分析 那么92%的患者可以说是早期使用抗病毒治疗 或者是抗病毒治疗,这个联合对症治疗 那么积极的呼吸支持,循环支持 应该说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还有呢,就是我们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 包括中医药的优势 应该说都对病人的转规发挥一定的作用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